一个周数三个机场 会不会太多了呢 英文媒体新报今天报道 目前有两家公司 向联邦政府献议 在威南新建新的机场 一个叫北马国际机场 另一个叫北部国际机场 而两个机场之间的距离 只有10公里 可是作为槟城 政府机关最高领导人 首长曹关佑 以及交通部长舵人陆兆福 却对此事毫不知情 交通部和曹关佑不约而同发文告 表述对这项新闻报道的立场 以及州政府对两个新机场提案的关切 交通部声明 不曾接获任何建造新机场的提案 也不曾参与讨论 同时提醒媒体 报道刊出前务必先查证 至于曹关佑 则代表槟城欢迎任何开发新机场的提案 前提是有关提案不得损及 槟城八六百国际机场的角色和功能 以及槟州未来的发展 根据新报报道 新移中的北马国际机场 涉及至少650公顷的稻田农地 至于北部国际机场 则需要开发5000公顷的 威省南部海岸地段 两个提案都建议 新机场设在槟城第二大桥附近 或槟城河霹雳的交界处 估计耗资100亿令吉 报道还说 一旦提案落实 八六百国际机场 可能就得关闭 说再见了 尽管滨州政府对提案毫不知情 不过曹关佑表示 一旦提案提交到他的手上 州政府会叙事情况回应 而目前 州政府依然持续着原定计划 委托专员研究 滨城和周边地区 未来对机场的需求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iku 网数广局 指地 设计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utual